Zither Harp 天津大学典称天大 其身前为北洋大学 天津大学始建于1895年 每年10月2日都是天大的夏庆日 也是建校祭祕日 天津大学乃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时事求是一直都是天津大师生所课手的校训 天津大学是国家首期始料所重点大学之一 天大不仅是首批211工程院校 同时也是首批985工程院校 后来天津大学也入选了全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点称双一流电设高校及电设学科 天津大学在US News 2020亚洲大学海明中 会议第59位 在THE泰晤市高等教育2020亚洲大学海明榜中 海明第79位 根据图表符合成绩条件的读中生和STPM考生 可以开始报名今年的本科招生 并于9月入学 成绩不符合标准的同学也不必灰心 你们可以报读今年的春季预课班 并通过预课考试就能报读今年9月入学的本科项目啦 考STPM的同学则必须先报读预课项目 预课考试通过后就可以和读中生一样报读今年的本科项目 对自己语言转换适应能力不自信的同学 也可以考虑报读秋季预课班 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去适应 预课班一共有8个课程 春季预课班大约是3月末或4月初入学 7至8月结束 秋季预课班则是9月入学 隔年7至8月才结束 本科专业一学年的学费因专业而异 一般专业是16000人民币一学年 以英文授课的一般专业是2万人民币每学年 一些特殊专业如电助学或暖电工程 得需26000人民币每学年 关于奖学金 我们有四种类型的奖学金 同学们可以研究自己是适合哪种奖学金 在到指定的官网去申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